你以为罗马尼亚新郎潮的电影都很严肃吗? 不对 我要跟各位推荐《黄金年代广想区》 因为这部电影实在太有趣了 它的长度非常非常长 而且还分六段的故事来说 但每一段都非常非常有想象力 而且非常的幽默 虽然在一个共产体制下的社会 它呈现出也是小人物的心酸 但是你看到每一段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我非常推荐大家来看《黄金年代广想区》 我非常喜欢